嗨,屏幕前的你 我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,身边所有人都反对 因为右腿是甲肢,身体不平衡,我没有办法扛器材 没办法半蹲,连坐在地上拍都很吃力 大学导师跟我说过,要立所能级 我当时就在想,那我到底有没有做到立所能级 我经历了地震,经历了无数次的手术,经历过流言飞语 我在一次次打击里重生 有人说我很倔,其实仔细想想,我的想法就很简单 人生不够短短三万天,我更想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到现在,我还没有办法做到多方位构图 但在这个过程里,我学会了去捕捉情绪和验承 是的,不要轻易被外界的声音影响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,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不用成为谁谁,成为自己,真的很酷